百花仙子 从前有个老爷爷 他非常喜欢种树种花 他有个园子 四面种了树 中间种了各种各样的花 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 当然还是数春天里的花 开得最多最美 邻居的小孩子们一有空 就到老爷爷的园子里来玩 那些小孩何懂事了 从来不采花 还帮着老爷爷浇水呢 可是有一天 忽然来了一帮子人 走在最前面的是张少爷 跟在后头的是他的狗腿子 他们大摇大摆地往园子里闯 老爷爷张开双臂 拦住了他们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怎么随随便便往我的园子里闯啊 张少爷一把推开老爷爷 干什么 看花 你管得着吗 可是 哎呀 他们哪是看花呀 见花就采 采了又扔 老爷爷心疼坏了 哎呀 我的老天爷呀 这花不能采 不能采呀 这样一把 这样一来呀 可把张少爷给惹火了 他一巴掌把老爷爷打倒在地上 咧着嘴 撕着牙 哼 不能采 我还要打呢 他回头对狗腿子说 过来过来 给我打 把这园子里的花都给我打掉 狗腿子噼噼啪啪一顿乱打 把这园子里的花打得一朵都不剩 然后扬长而去 老爷爷 望着满地的花瓣 伤心极了 他呜呜地大哭起来 哭着哭着 忽然听到背后 有人在叫他 老爷爷 老爷爷 你为什么哭呀 老爷爷 回头一看 哎呀 是个姑娘 长得就像他种的花一样的美 他是谁呢 姑娘 看老爷爷呆呆地站着 就说 其实你不说 我也知道 老爷爷 你别伤心 我有个法子 叫花瓣 回到树枝上去 是吗 哪有这样的事啊 我怎么会哄您呢 快到屋子里 去咬一瓢水来 我拿水 往花瓣上一洒 它们就会飞起来的 哦 那就让你试试吧 老爷爷 回屋咬了一瓢水 出来一看 哎呀 这是怎么了 落在地上的花瓣 全都回到枝头上去了 本来是红的花 白的花 紫的花 黄的花 这会儿 一朵花上 有几种颜色的花瓣 更好看了 老爷爷 乐得眉开眼笑 看看这朵花 又看看那朵花 看了半天 它才想起那个姑娘 可是连姑娘的影子 都找不到了 村里的人 听说有这么件怪事 就都跑来看 有一位老奶奶说 哎呀 那个姑娘啊 一定是百花仙子啊 这件怪事啊 一传十 十传百 传到了张少爷的耳朵里 张少爷不相信 一大清早 带了那帮狗腿子 又来了 他们闯进园子里一看 惊呆了 这一回 张少爷 想了个鬼主意 他直指老爷爷说 这个老头准有妖法 把他抓起来 狗腿子 把老爷爷绑了起来 关进了监狱 那张少爷 可得意了 这园子就归我了 赶快白酒 我得一边看花 一边喝酒 我得乐上一整天呢 他就这么 一边看花 一边喝酒 嘴里还哼着小曲儿 不一会儿 他就喝得醉油熏熏的 这时候 从花丛里走出个姑娘来 他就是老爷爷 他轻轻的把袖子一摆 就刮起了狂风 呼啦啦 呼啦啦 狂风 把地上的土疙瘩 全都刮起来了 直朝这帮坏蛋的脸上打 这帮坏蛋 这帮坏蛋吓坏了 在园子里乱跑 有的被树枝拌了一跤 摔了一个大跟头 有的撞在树干上 撞肿了鼻子 直到傍晚 风才停了下来 狗腿子一个也不少 就少了张少爷 原来啊 他头朝下 脚朝天 栽到粪坑里 淹死了 后来 老爷爷从监狱里 放了出来 他的园子里呀 有三色花 五色花 七色花 谁也没见过的 远远近近的人 听说了 都来看花 原来 那个姑娘 真的是百花仙子 打那以后 老爷爷 再也没有见过他 可是 百花仙子 一直待在这园子里面 保护着 那些花呢 老爷爷 我说过来 和美兹 那些花仙子 最后 又来 那些花仙子 一分钟 这次 大伙子